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欢迎收听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布里斯本通讯 今天继续请到我们布里斯本的通讯员张奇 你好 你好 昆州的州议会选举即将举行 执政的工党和在野的两党联盟 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现时距离昆州的州议会大选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执政的工党和反对党 都陆陆续续公布竞选的政杠 反对党两党联盟 英文叫LNP 在7月公布了一项有关治安的政杠 这个政杠就是针对近年不断受关注的 青少年犯罪问题 在这个提议之下 如果青少年犯了严重的罪行 例如谋杀 误杀 严重的人身攻击 严重的伤人 或者危险驾驶一些非法偷离的汽车 等等的罪行的话 在这个新的提议之下 青少年犯人将会当成成人来審判 这个提议的英文的简称叫Adult Time for Adult Crime 反对党的领袖David Christofoli表示 如果两党联盟在今年10月胜出大选的话 新政府就会就以上的提议立例 目的就是杜绝长久以来 因为年龄避过了严重的漏洞 州长Steven Miles就认为 这个提议就只是反对党 争取选票的口号 而人权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组织 也都表示 这个提议是好处少 坏处多 军事人权事务专员Scott Magudo 就警告说 政党正在为了选举 而放弃了青少年的基本人权 至于这个有余 治联制用重点的法例是否成为事实 要到10月大选之后才会有结论 除了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之外 女性方面也都在司法系统上 有一些要讨论的地方 根据刚刚发表的数字显示 军事人权女性犯人的数目 在近年来大幅增加 在15年之内 或者2005至2020年之间 坤州女性犯人的人数 激增了四倍 那就是由本来的大约500人 增加到2000多人 而这些女犯人之中 百分之四十是原住民的妇女 成年的原住民女性 只占了坤州人口百分之二点五 那很明显 原住民女犯人的数目和人口 是非常之不成比例的 那更加不幸的就是说 在坤州人监狱里面的女囚犯之中 百分之八十七 她本身在童年的时期 是性侵犯或者是暴力侵犯 或者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而这些女性犯人 就超过三分之一 在释放之后就会重犯 那实际上 以整个澳洲来说 原住民妇女 是入育人数增加最快的一个群体 那原住民的维权人士认为 原住民妇女成为囚犯最主的原因 就是因为贫穷 结构性的迫害 和不获得解决世代的伤痛 冠世代一个名为Elders for Change 中文女亦为长老寻求改变的民间组织 正在为原住民在囚的妇女 提供符合他们文化的法律支援 以及为他们重返社会作出准备 当然最终的目的 就是协助他们不会重返 不会再成为街下囚 你刚才都首先提到青少年的犯罪问题 其次就是一些女性囚犯的问题 很多都是跟他们的校园时期的生活 有密切关系 我知道昆州最近就发现 学生在校园内吸食电子烟的情况 都相当严重 具体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你说得非常适合 实际上吸烟危害健康已经是不增的事实了 在政府积极的犯吸烟宣传之下 澳洲成年人吸烟的数目在近年来不断下降 但是电子烟的出现 令到情况可能会逆转 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 根据最近发表的数字 在过去18个月 有620名昆州的小学生 被发现是吸食电子烟的 年龄最小的就是小学一年级 就是6岁的学生 而数目是随着小学生的年龄而增加的 一年级就有两名学生 二年级就有16名 到六年级就去到294名了 中学的情况就更加坏了 第八班 就是中学的二年级 就1039名 中学三年级就1280名 那比较好彩的就是 中学三年级之后的高中学生 吸食电子烟的数目就有下降的趋势 到18班 就是中学最后一年 数目就下降到280名了 那在学校的努力之下 情况就似乎有所改善的 在2023年 总共有5600名的学生 因为吃电子烟 而被学校停货 或者开除这个处分的 今年直到今天为止 数目就是1027名 那数目似乎是大幅度下降 相信就和联邦政府在今年7月1日推行管制电子烟 要他们在药房购买有关联的 那学生犯规就是教师最头痛的问题 根据最近一份昆州公立学校的调查报告显示 昆州的教师就认为 处理学生的粗行 和提交违规的报告 就是现时教师日上最大的工作负担 严重地影响到他们教学的进程 毫无疑问 现时为人施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布里斯本通讯员张琦 介绍了昆州来到州议会选举的一些议题 和其他一些社会议题 我们下个月再见 下次节目时间里面 再和各位在空中见面 拜拜 拜拜